几天前,在资博市资川区泰河镇大山深处的一片玉米地里,民警从土里挖出了几个塑料袋。打开一看,里面是马放得整整齐齐的现金,一清点居然是250万元。 玉米地里居然挖出了250万现金,到底是谁埋在这儿的呢?事情还得从一起合同诈骗案说起。 随后,警方成立专案组,立即展开调查。 这样,我们通过大量的视频监控,追踪和走访排查,最终确定了刘某的赞助地在张点某小区。经过现场搜查,在家中起货,赃款现金共计25万余元。 刘某供述,收到500万汇款之后,他在第一时间将钱全部转出获取线,很快花掉了一半,但还有250多万诈骗款下落不明。 最终,刘某交代,他已经将钱转移到与他关系密切的男子刑某家的老宅里。 我们立即组织警力赶到了泰河镇某村老宅中进行搜索,但是经过民警的一番寻找,并没有发现这250万赞款现金。 难道这笔巨款不翼而飞了?此时,刘某的情绪也有些崩溃。 为了找到这笔巨款的线索,民警又找到刑某。 在一个又一个证据面前,刑某的心理防线最终崩溃,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。 刑某知道刘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后,出不来了,于是动起了歪心思,打起了这笔钱的主意。 伙同其姐姐赶到了泰河镇某村老宅中,将250万赞款现金连夜转移到其姐姐后山的玉米地中,并进行掩埋。 民警立即押戒刑某,前往泰河起脏,这才出现了片头玉米地里挖出250万现金的一幕。 目前,大部分诈骗款已被追回并返还。 犯罪嫌疑人刑某因涉嫌合同诈骗罪,经高新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。 犯罪嫌疑人刑某以及其姐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,被公安机关依法去保护审。 目前,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。